这是六王爷一辈子总结出来的围观之道 对于六王爷来说 一个混字贯穿人生的始终 而他的女婿却截然相反 借着圣人名言说出了自己的围观之道 六王爷闷哼了一声 将一个问题抛给了六王 也抛给了诸位好兄弟们 为何两个人会借着九宴说出如此的话 全然因为此时的千龙皇帝 重开传统手艺大兴文子纠错 就单论圣天府一天抓起来的人 没说二三十也有过七八十 这尤其是借势而起的汪忠直 那简直是一飞升天 在学术上疯狂打击竞争对手 甭管你是什么学术打击 学术咒王 哥们直接开启了学术风尘榜 不过呀 寻常老百姓 颇为不以为意 咱们这俩不读书 不写字 抖大的字不识一声 咱们怕什么呀 想犯那个罪啊 犯不上呢 那是 那是 这两个大哥 说着直接就坐下了 小二啊 来一盘 福建 烤老鼠 闻到味道的官差 就窜进来 这两个老哥 忙不迭站起身来解释 咱们两个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人穷家丑 一米六九 私塾一叶 木有户口 官差老爷 你找咱们干啥呀 要不说老汪 能开启学术风尘榜吗 手底下的小官 那斗转星仪的能力 连慕容部都得自愧不如 你们刚才说点的什么 来来来 给我写出来 顺便把名字给签了 福建 烤老鼠 我看的明明白白 明明是清蒸压脱 真是一不留神 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 说话间 官差直接把这两个吃饭老哥 积拿了 这小哥的进行性 也拉满了 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 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 你们这是敌腿我圣朝 剃发之日 居然还要清蒸 你这个清 是什么意思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这两个大兄弟 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全都成为了汪大人 以及党与前进路上经验值 这可给电小二吓坏了 这女和马该没事 没事 默开口 快干活去 此刻的老北京 是风声鹤唳 上一次这么风声鹤唳 还是在乾隆刚起位 收缴村口厕所的 大义绝迷路的时候 下班路上流落锅子 看完心态直接崩了 晚上就摆了一桌子 找岳父话聊 你过去那投赢了 你得支撑起来 这六王爷的官场教学 就开始了 该说什么 就说 谁也听不懂的话 要么 你什么都别说 这其中的暗示 流落锅心领神会 索性在老丈人喝醉后 自己也开始了酒后狂言 老爷的 大伙给你对着喝 干脆没红 你们先出去 我跟夫人说话 眼瞅着老公 这是要戒酒消愁了 侠儿格格一把摁住了手 不许再喝了 再喝就糊涂 没想到流落锅 非但不糊涂 还要靠靠自家媳妇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这是啥意思呢 谁不明白 举起酒杯问青天 这么圆的月亮 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侠儿格格话收了一半 就被罗郭子打断 对不对 罗郭子直接开始狂言模式 应该这么解释 流落锅一句话 吓得媳妇侠儿格格 紧张地捂住了他的嘴 这可不幸乱说呀 哎呦喂老爷 你可真是喝醉了 心里话应该写日记里头 他是赶紧拉走了流落锅子 一边走还一边说 你这也太离谱了 千古绝句 你能这么解释吗 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 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喝得醉醺醺的流落锅子 是平添出了许多勇气 现在朝廷就这么解释呢呀 那家伙 那菜市场天天进行分头行动 那些个秀才 运气好是二等分 运气不好 直接五等分了 侠儿格格赶紧表示 老公啊 你悠着点吧 苏东坡先生是宋代人 宋代人 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 心地 情绪是什么样的 说 那你为什么要饮这首诗 这一波质问三连 给侠儿格格质问萌子 连连表示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刘罗锅这会儿 又拉着媳妇 醉醺醺的 开始第二顿 一桌子美味佳肴 桌上放 罗锅子 起身给媳妇 倒了一杯去 侠儿格格的言论 在沐下这个形式 多少沾点不正确 那月亮 就不能说明月 哎呦 我说你那个糊涂娘们 你干嘛为了给名字 活不去啊 咱就不能不说明字嘛 你这种不能说 不能说是 圆月 看着自家老公 举着此碗的不样 侠儿格格还没表示啥的 睡了一觉的六王爷 哼就起来了 你小子 把我的招数都给学会了 要名字就什么也不识 接着六王爷倒头就睡 这一番误了道的刘庸 第二天上班就开始了 老丈人六王爷 吃一个西瓜切两半 女婿刘罗锅 是开始装容作养 刘大人 您是不知道啊 最近刚发现了一个馆子 那里面有一道特色菜 健身泡胶 里面的泡胶都会冻呢 老厉害了 刘大人没去尝尝 刘罗锅一整个摇头 你不爱吃辣的 人家保证纯天然 结果刘罗锅子是光话笔 就是一个字也不说 看到这一切的汪大人 微微一笑 仿佛看到自己脚踩留拥 拳打合身 大清第一全臣的康中大道 再向自己招手 到时候自己后人 再出本回忆录 铁血宰相 戴清修补将汪忠实 一想到这个 汪大人忽悠乾隆 把文字语 推广全国都充满了干净 前龙皇帝 万万没想到 他的一句话 竟然引来了一场马戏表演 只见刘庸跪在地上 一言不发 接着 前龙是一脑门字问号 咋了这是 啥事间 整个金鸾殿 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只有刘罗锅 还在重复着马戏表演 像是个尽职尽业的演员 而且 不仅仅是刘罗锅 神圣界充满低档的老北京 仿佛都被不可名状的诅咒 感染了一样 街巾上的招牌 都换上了向勤文字 大家伙也不说话 一步实现了文明的高速腿部 重新回到了 安尼德特人 争夺世界霸权的蛮荒时代 汪大人 再想去完成他的KPI 属实是有点难了 老北京都转行隔壁 开始操起手印了 一个隔阵水盾 一个隔阵 寻查大使 属实是看不明白 然后他走进药铺 那药铺也进入了 打雅瓷模式 连笔和带猜 整个街市场 只有野驴 在倔强的嚎叫 此情此情 落到乾隆爷耳中 就成了 乾隆表示 活不错 属实是安静 毕竟 咱张总的密哲专奏拳 不像某个阴沉宅男 喜欢高强度网聊 但是众所周知 咱戴青的情势作风 突出一个 乾隆爷真好骗 金鸾殿里发文件 一级一级往下骗 相骗线 献骗符 最后骗到金鸾殿 对岁月经好 非常满意的乾隆皇帝 也察觉到了流洛锅子 最近必卖了 这会儿何大人 开始讲起流洛锅的八卦了 说什么 流洛锅非常俱内 天天给侠儿哥哥洗脚 乾隆眼睛 猛的就亮了 大哥真的 真的呀 不过 能够为美人洗脚 也是一大艳赋啊 啊 是 这两人 还没开心一会儿呢 汪大人又急急奔来了 跟乾隆会网工作表示 四库全书上 很多内容都被刘庸给图改了 这一下 就让乾隆非常之不爽 直接杀到了御书房 此刻的流洛 头埋在书堆里装睡 张成和刘安两个小机灵鬼 也是装起了哑巴 乾隆是随意拿起一本书 内心的火 坑就燃烧了起 流洛 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着乾隆的质问 流落锅子 一个滑柜 然后就开始了打哑 陈老师 乾隆和刘庸 比比哗哗了半天 做出了精准评价 你狗屁才 然后整个就生气了 你再这么折腾下去 我的四库全书 还能剩几行字 还能剩几行字 说完 一甩书 走出了御书房 汪大人是懂落井下石的 一个劲说什么 刘庸此举 是别有用意 他为什么要把一本本的书 给胡黑了呢 何大人也在一旁叙道 不仅于此啊 现在满大街 都没人说话 这就让乾隆又起了微服思坏的心思 隔天 乾隆就带着何大人和胡公公 来到了老北京 入目所及 是寂静的声音 乾隆一下就抓到了问题的重点 那西元的唱诀怎么办 光笔或者不出声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 光笔或者不出声呢 然后乾隆就来到 麦银的小贩身旁 没想到 小贩是一个字都不想说 隔壁酒楼的店小二 是连笔不带拽了 让乾隆去吃饭 何大人抽言道 我们还有事 忙着来 不不不 名 这一句名说出口 要与小官即刻出现 乾隆看不惯 直接教训了这群官差 人家却不急不慌的 拿出了皇上的肾 那你得说清楚 我到底犯了哪一条 他刚才说 名 你们都听见了 名儿是什么 名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 还以明朝的孝子贤孙字句 如此内贼不抓 还抓何人 你带走 乾隆爷眼睛的大红人 何大人是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地道 老北京的奇人 居然成了大名的孝子贤孙 为了让他好好回忆回忆 顺天府大牢的狱卒们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用大记忆恢复术 激发了何大人的回忆 人是站着进去的 回来的时候 就只剩下 哎呀哎呀的叫唤 何大人的老婆们 也吓坏了 叽叽喳喳个不停 你看看 给老爷打的 都不知道能不能动呢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这成什么了 不是就说了个名吗 不是说名 别说名 意识到事态如此严重后 乾隆直接开启了紧急工作会议 现在老百姓不说话 你们也不说话 文章典籍的字都妥我过 那我中华 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 乾隆走下黄金马头 朕为啥这么干 主要还是主打一首文化教 可不是让你们 集体装农作脸 可群臣愣是一个开口的动物 只有汪忠职站出来表示 他们不说话 是心里有鬼 哥们心里坦荡荡 这么说 我的大清 现在就剩下你的一位忠臣了 乾隆现在看见汪大人就烦 我想听别人说话 要不然我的大清就完了 他先是找到了六王爷 六王爷进行执行 一个奇果分两半战法 八王九王也是废话机器人 让皇上自己可拿主意 乾隆看了一圈 最后看向了刘庸 刘庸心领神会 直接给乾隆来了一出马戏表演 这给乾隆气得直接下旨 就在群臣退散之际 乾隆猛的出声 刘庸 既然到了刘庸的回合 那他就可真不客气 臣有一本奏上 这就对了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 王仲直 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 广赦本王 坑害百姓欺上玩下 欺所作所为 乃举我孔孟之兆 回我中华本领 坑害百官与我百姓 致使全国上下 无人敢说 无人敢写 此乃王国之举 其罪魁祸首 就是天下第一 亿臣贼子 王仲直 汪大人 王不迪的脚鞭 却为刘庸一句话 彻底断绝了生路 要让大家开口说话 广收民心 则必须拿 王仲直 室闻 并昭示全国 这话的前台词 很明显 事儿出了 总有人要负责 用一个王仲直 赌上天下 悠悠众口 这对于权力怪物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刘庸甚至还替 乾隆找好了借口 话到此处 即便是汪大人财思敏捷 也逃不开一个命 也如同刘庸所设计的 朝堂里顿时充满了 皇上圣民的声音 乾隆走下身 爱情啊 看起来这不说话 也够吓人的了 说多了也吓人了 王仲 您往宝座上看 乾隆顺着刘庸所指 往上一看 乾隆首书 正大汪明 您天天坐在这 原来是为了 光复出遍王朝啊 行了行了 咱不再说这事了行吗 黄金马桶上 到此这一场风波落去 朝堂又充满了 快活的空气 那么预知后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